所以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會發現就是說 你今天 如果我今天只看兩部的時候 它會得到這個sequence 就變成這個loading 很loading 就可以是只有對兩部 所以其實在做 這樣一個hidden markup的 一個計算的時候 你要給的sequence是 越長 你才有辦法去做完整的運算 要不然是給你越短的時候 你其實很難知道 它目前的狀態是怎樣的 就可能說你今天 一個股市的一個漲跌 如果說你剛 它剛開始跌的時候 其實你也有辦法 就意思是講說 它現在進入熟室 還在牛室的轉動 你只能可能是 過了一段期間 他可能做一個正常的運動 以後才會去判斷那個層次 所以說其實你在去算 這個hidden markup model的時候 其實你再去判斷那個 狀態sequence的時候 它其實會有一個 所謂delay的一個情況產生 也就是說 當事件真的去做轉換過去以後 它可能會慢個一兩步 才會去發現 講說 它的狀態是否去改變 那這個其實就是 vertity的一個 譬如說把運用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 網路上其實已經有人去整理 好就是說 它的sample code 用RN去寫 我們看一下 這邊很有趣 因為其實通常的話 我們在這裏 我們在看R的很多package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很多現成的那個 Hidden markup model的一個 呃 已經有寫好的套件 所以通常是不為自己 再去寫一份 那這邊的話 剛好找到的是 它自己重度去寫了一份 這樣的東西 所以我們套這個地方 可以直接去看 那這個地方的話 其實我們就可以很容易的看出來 另外一個講說 當你要去做一個 Hidden markup model 計算的時候 最基礎的 至少的第一個 先給它講說 你的step是什麼 你是屬於fail 然後接下來就說 你的transition matrix 就是你狀態轉換的時候 你的機率是什麼 然後 以及就是 immission matrix 你每一個 指數每個點數的時候 它的機率值是什麼 你最後講說 一開始的時候 你去做這個 就是Size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開始 你取這個Size 是隨便 你去Size的 各需哪個Size的機率 是個數 把這個東西給取出來 那取出來以後呢 下面就會做一個 Dynamic Programming的一個計算 那這個地方的話 它就會去把 一開始的時候呢 就會去計算講說 你一開始 取的Size的一個機率 成像是你取到那個點的 這個機率值給算出來 那算出來以後呢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第一步算出來以後呢 接下來的話 我們會在第二步裡面 這邊去做 Dynamic Programming的一個計算 那這個計算的時候 它會把每次 上一步的那個 機率值呢 乘上就是說 上一步的機率值呢 然後去乘上 說你在這一步的時候 你做轉移的機率是多少 然後以及 就是你從這個 轉移到這個狀態 然後看到這個點的機率是多少 把它撐起來以後呢 然後取最大值 然後最大值的話 就是可以 認為講說 這是最可能的一個Path 這樣存在 然後最後呢 它這個地方呢 就是說 我今天給了一連串的 一個Sequence 以後 它會去Planet 我已經有一個 正確答案 就是說我是裝家嘛 我自己知道講說 我今天用的骰子 是屬於一個 呃 是有冠牽過的 還是沒有冠牽過的 一個骰子 我知道這樣一個答案以後呢 我給這樣一個Sequence 我再去做一個判斷 可以講說 如果今天這個演算法 算出來的話 我猜中的機率有多少 那這個地方講說 大概 算的機率大概是 71.33%左右 有七成的機會 我可以猜中了 所以它目前是用 整個狀態的去存在 那其實 我如果把Sequence 用短後 自己去測過 大概 可能準確率大概是 是六成八 六成七 呃 不高也會低 這樣 那這兩片的話 大家可以去看看 然後接下來就講到 一些HAM的話 可能會用到一些應用 那以前的話 我們是用在去猜 比如說 用在生物資訊上面的話 有些應用的話 是去猜那個CGI 也就是說 有那些基因的時候 它會某些 真相去發生的時候 它裡面的 含甘酸的CMG 會特別多 那因為 一般的話 我們所謂的那個 DNA的話 只有APCG4的狀態 就是四種不同的一個 狀態 那其實 對應到像骰子的話 其實還蠻類似的 就是說骰子有六個面 那裡面只有APCG 那通常的話 在一個正常的一個 基因區電來講說 APCG的 機率分佈應該是要很相似的 但其實沒有 可能C跟G會多的 比較多一點 但是他們會去看 如果說有哪些時候 你的C跟G 就是有特別多的時候 你可能就是有某些 呃 就是有些 比較 有比較 不會得某些應用 那比如說 那第二種的話 就是講說像是 股票市場 那比如說股票市場 都有長長點點 那像我剛剛的例子 是講說 那我可以從 做長點點的話 然後就看到呢 說現在的股票市場 處於那種狀況 然後第三種的話 其實最大眾的應用 其實是用在這些 就是一些通訊 通訊上面的一些東西 我們如果用這些通訊的時候 去找出一些 去辨認一些特程 或者是去做一些 去列的一些 alignment 其實都會用這東西 去做大概的一些應用 那最後有去列一些 就是我去看一些 reference 然後如果大家對這個 提供不興趣的話 我們才可以看 那 今天這樣設定 謝謝 謝謝 有人有問題嗎 我們有問題 我問一個那個演算法 我問一個那個演算法 所以 連那個背後的模型的 參數固體也包含 在那個演算法的過程裡面 還是說 我要一些能列例子 transition matrix 或者是 這種模式才有辦法 套那個演算法去做 我們都一定要先有這些模型 所以全部都一定要有了以後 才有辦法用那個 為了比的演算法去做 去做那個 去猜那個 對 所以你必須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其實你的 state transition matrix emission matrix 這幾個matrix 一開始 其實 全部都要有 對 像這些東西的話 你可能都一定要先有 你才有辦法 用這個東西去猜 那 中堂是會用Q米嗎 還是有什麼方法 來找 你說一開始怎麼去猜 這樣一個模式 其實 一般的話 它其實用很多的 統計的方法 其實大致上是可以先去採出 這樣的模式 就可能說你今天一個 國票市場的一個序件裡面 你可能先去切它的一些 講說你切任務之後 這地方是牛市 熊市這樣的東西 然後 反正很長時間 你去觀察出 可以講到 你其實有個機率這樣會存在 對 其實 用這樣的一個經驗法則 是可以得出來了 那其實 應該有些比較聰明的一些辦法 我問一個問題啊 那個 財事件 你的Fair跟Loaded 你停在Fair跟Fair的機率 對 或者是Loaded跟Loaded的機率 比較大 對 那如果他們是差不多的時候 然後 這時候 他 應該怎麼講 欸 因為我們在 上一個State跟下一個State 中間 我們就決定了 最佳路徑 那 在很接近的情況之下 他的長度 就是 就是 比如說 我回去看 你多少 多少個路徑 呃 多少個State 然後 找出最佳路徑 是不是有幫助 還是 因為 很接近的時候 你可能會 他其實很接近 可是在城上後面的機率的時候 他其實可能會 呃 噓 其實 就是 其實原來懸道不是最佳人 我一直這樣 嗯 有啦 其實 除了 我們剛剛講的 其實原來懸道是比較 粗淺的一個演繹法 但他其實會記錄就是 你每個F的那個機率這樣存在 那其實你可以用一些 背過的一些Argo 然後去 然後去 法的東西就是 就是 就是你開始從 就是 一開始播我 就測開 有那個機率 他可能說 我偏偏從背後的地方 我去BAT-Trip 再去BAT-Trip一次 然後去 這樣的話 就不會再說 就是因為很接近 但主要這個地方 會就BAT-Trip一次 做到各種地方 對於 你作業主要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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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邊 對 我要怎麼能確定 用了Tradition 然後突然之後 就是你不知道情勢改變 那這件事有辦法在復興中發揮到嗎? 這個的話應該要採用一些比較adaptive的一些演算法 因為像這種演算法的話其實這個transition的這個matrix 一開始它定的就是定的 它並不會因為你中間可能有些什麼新的一些因或者就是改變 那我想知道你那個演算法應該是說 我今天就是主要一般社會不會有的那些應付來去改變它有沒有那個 那個別人演算法就這樣一個解決的事情 那如果大家沒有問題的話我們再掌聲感謝一下講者